好 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你猜我们要写什么了 大家猜一下 我客户端写完 我应该写啥了呀 我们现在呢 就要写这个服务端了啊 服务端怎么写呢 大家就要服务端是这样的 就是我现在呢 要发一个数据 给到这个服务端 刚才我们的服务端 我们用什么做的呀 用的是不是这个软件啊 刚才用的这个软件来做的 是不是 这样它呢 搭建了一个服务器 现在呢 我不让你用这个 用这个软件来搭建服务器了 你自己呢 用代码来写一个服务端 能不能写呢 用代码是可以写的啊 那这个TCP的服务端 怎么写的呢 来给他写一下 来个05啊 TCP 这个服务端啊 服务端呢 也是一样的啊 大家记得一点 不管是客户端 还是服务端 都是通过Socket的连接的 是不是 Import的啊 这个叫Socket Socket 好 这个S等于什么呢 也是一个Socket 点Socket 然后这里边 Socket点AF这个Internet Socket点这个Sock 然后STREM 对吗 好 这是一个啊 那 首先呢 创建什么呢 创建一个什么呀 创建一个Circuit的连接 先来创建 创建完了之后呢 紧跟着做的工作是干啥呢 S点 大家注意啊 这个地方呢 要先写一个accept啊 刚才我写过一个啊 这个叫 不是 不要 不要 叫listen 现在listen listen多少呢 listen个 写个值啊 比方说我写个128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好 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监听啊 就是监听什么呢 这个这么说吧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Socket的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 变成一个 一个这个 监听的 就是被动的啊 变成一个这个被动啊 被动这个 监听的什么呢 监听的这个Socket的啊 它怎么样的呢 这个Socket的现在它干啥事呢 就是在等待 等待别人连接 那这里边的这个值啊 128是个什么东西呢 是这么 是这样的啊 大家见过 注意啊 我们现在写的服务器啊 大家见过这种 你网络连接 比方说啊 这个双11的时候 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 双11的时候 当你连接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如果有很多人都来买这个东西 买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哎 买的时候这个服务器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最后呢 还有人连接不上来了 是不是 大家知道这个是咋回事吗 这个128是啥呀 大家知道吗 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128是啥意思啊 就是 我现在呢 我是一个服务器啊 我把这个图给他坏一坏啊 我服务器 我是个服务器呢 我能够啊 我这个服务器 能够同时处理很多请求 比方说呢 现在有一百个啊 一百个用户 同时来请求我了 都来管我要这个数据 一百个 我能够给你处理掉 没有 我都能够处理 我能够同时处理一百个 好 那如果我这个服务器的性能更加强大 我能够同时处理一千个 是不是 如果再强大 处理一万个 如果再强大 十万个都可以 没有 不 你都能够同时来 但是啊 你总避免不了什么呢 比方说 我的服务器啊 最多同时只能处理一百个数据 我最多只能从同时处理一百个数据 那现在呢 同时来了一百零二个用户来访问我 那剩下的多了两个怎么办呢 多的这两个怎么办呢 我最多能处理一百个 但是你来了 同时来了一百零二个 这俩人咋办呢 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个地方呢 这个一二八啊 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极限处理啊 就是我一直处理 一直处理 处理不过来的时候 现在这个一二八就是排队 没有 如果我一下能处理一百个 然后呢 你来了一百零二个 那这两个怎么办呢 这两个就放到队列里边 都放到这个队列里边等着 没有 不 不报错啊 不报错 它是放到这个队列里边 因为我这个队列是一百二十八个长度 没有 128个长度 他会等 他会在那转 没有 会在那转 那如果呢 我这个地方呢 最多呢 只能怎么办呢 我这个能处理一千个啊 同时能处理一千个 你来了一千零二个 那这两个呢 也排队 没有 那你如果来了一千一百 一千一百二十个 一千一百二十个 这多的一百二十个也会排队 那你如果一起来了一下 来了一千 一千一百三十个 大家注意啊 我的极限啊 讲一下 我极限处理是一千个啊 一千个 那你现在来到一百二十个 那这里边是不是多了二十个呀 二十个就排队 没有 好 那如果我的极限是一千个啊 来了 这回来到多少呢 一千一百三十个 好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大家注意要有 这一百二十个排队了啊 这个是多少呢 这个是 这个是一百二十八个 排队 然后怎么办呢 还有多俩怎么办呢 还有两个多的怎么办呢 你看你来了一千一百三十个 一下来了一千一百三十个 是不是 我这里边只能出最多处理多少 一千个 然后呢 剩下的一百二十八个 大家注意这是对对的长度 没有吧 我让你等一百二十八个 剩下的俩咋办呢 我又算错了吗 啥意思 我没有算错吧 你们别吓唬我 啥意思 各位同学 怎么了 是这样的 我如果最多处理一千个 那你来了一千一百二十个 是不是 没有问题吧 你这一千个 如果你一下来了一千一百二十个 我能够处理一千个 剩下的一百二十个 是不是得排队啊 那如果你在这边一千个 然后一千一百三十个 那这个时候 你发现这个多的人啊 超出这个队伍了 我又一百十八个队 已经排满了 剩下两个就失败了 没有吧 就连不上来 没有吧 就告诉你连接失败 啊 就是直接告诉你连接失败 没有吧 好 现在我来监听啊 好 在这个监听 好 监听完了之后呢 再来一个S点 ACCEPT啊 这个这个是干嘛的呢 这个是接收啊 这是接收这个客户端的 客户端的这个请求啊 那两个不是丢失啊 那两个就直接告诉你 这个不是扔了啊 不是扔了 这个地方不是404啊 也不是404啊 会给你报错 没有吧 404是另一种错 不要瞎说啊 来个X啊 这个ACCEPT 接收用户的输入 来个 用户的请求啊 X.print啊 来运行一下走啊 我们把它给起起来 大家看啊 怎么了 Listen 提供了一个无效的三数 啊 这里边还缺一个啊 还要绑定啊 你这个之前 肯定得绑定一下 是不是 绑定多少呢 这个是12192点 这个168点 这个31点多少呢 31点这个叫多少啊 199是不是 好 单准号是9090 我要先绑定啊 绑定完了之后监听啊 来运行一下走 大家看 我的服务器就起来了 看到没有 这个服务器呢 现在就起来了 然后呢 我们看看啊 现在呢 它发个消息过来 这个数据的话呢 它有一点点复杂 乱过去 哎 大家看现在没报错 是不是 发过来了没有啊 发过来了啊 那这边我服务端啊 服务器接收到东西了没有 接收到了啊 接收到的数据是个啥玩意呢 这个呢 就有点复杂了 它是这样的啊 这个TCP跟UDP要复杂的多 TCP比UDP要复杂的多啊 特别是服务端 服务端这个东西很复杂 有一些 有一些还是 还是有一些复杂的啊 TCP呢 刚才你俩就 UDP啊 你俩连着就完了是不是 那TCP呢 它这个呢 有一些复杂 我跟大家说一说啊 好 这个TCP呢 我们服务端 现在是这个Windows是不是 它会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呢 它会在这不断的等待啊 它会在这不断的等待 就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 来一个这个死循环 不断的等待 不断等待 不断等啊 来一个这个死循环 来一个死循环 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 等待的一个东西 大家看它没有停 看到没有 没有停 停了 停了 我们没有写死循环啊 它等待一下啊 等待完了之后呢 你有人来连我是不是 你连我了之后呢 我来用Accept啊 接收到你连我的东西 用Accept接收到你连我的东西 明白不 我一Accept 你就可以给我发消息了 好 一发消息的时候呢 我拿到的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啊 Accept拿到的结果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接收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接收到的结果是这个用户的什么呀 应该这么说吧 是一个圆祖啊 又是一个圆祖 大家可以看看啊 这个括号里边开始了 我看看这个尖括号 在这啊 大家看啊 这个这是一个圆祖 开始啊 接收到的结果呢 是一个圆祖 然后圆祖里边的第0个数据是谁呢 大家看这大堆是什么东西啊 第0个数据啊 是这个客户端的Socket 就是你那个客户端啊 你现在不是要给我发这个请求吧 我现在一直在等啊 一直在等 然后你给我发过来之后呢 我这里边的用Aceph的可以接收到 那接收到的是一个圆祖 第0个数据呢 就是你刚才给我发消息的时候 那个Socket的 明白不 好嘞 是一个圆祖啊 接收到的数据呢 是一个圆祖 我这个写上吧 好 接收到的数据是一个圆祖 这个圆祖里边有几个元素呢 圆祖里有两个元素 两个元素 好 第0个元素是什么呢 第0个啊 第0个元素是这个客户端的什么呀 Socket的连接 第0个元素呢 就是客户端给我发的这个Socket的连接 然后呢 那第1个元素是谁呢 第1个元素 就这样玩啊 是什么呢 客户端的什么 客户端的IP地址和这个端口号啊 这是它的一个作用啊 它里边呢 有两个元素 第1个呢 第0个元素啊 这个数据是那个客户端 发给我的这个Socket的连接 然后这个里边是谁呢 这个是这个客户端的地址 那我们可以这样写啊 我们可以这样干了啊 来个什么呢 这个叫client s-r-int-client client这个Socket的 还有个什么 client这个ADDR啊 等于它 我们现在呢 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s.accept 大家看啊 我现在是不是拆包啊 它既然是两个元素嘛 既然是个元素嘛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拆成这个两个变量啊 那这个client的Socket的指的就是客户端连接 client的ADDR就是这个客户端的地址 是不是 我们可以打印了啊 这个叫接收到了谁呢 接收到了这个叫 这个哪个地址啊 哪个客户端 哪个端口号 发送的什么呢 发送的这个数据 那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内容是啊 好 点format的啊 现在呢 我们拿这个客户端的地址 我们到时候能拿了啊 这个叫什么呀 clientADDR 大家注意到这个呢 有一点小复杂啊 这个clientADDR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又是个元素 看到没有 它第0个是什么 客户端的IP地址啊 第0个是IP地址 然后这个client的什么呀 clientADDR里边的第一个 是它的端口号啊 那这个内容我们先不知道啊 我们先不管啊 来内容我们先不打印了 就打印这个东西 看到没有 嗯 哎 客户端 多了个大话大话啊 大家看看啊 现在的话呢 这个数据里有点复杂 就是当你一accept的时候啊 这个服务端一接收到这个请求的时候 他接收到的数据呢 是两个两个这个两是一个圆组 圆组里边的第0个呢 就是客户端发的circuit的 圆组里边的第一个数据呢 就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这个IP地址和当个号 没有不 那我们现在想要打印的话 可以打印什么呀 可以把它拆包 拆包完了之后呢 拿到客户端的IP地址 还有客户端的当个号 那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 那也没关系 我们先运行起来啊 看一下啊 跑起来了 客户端呢 现在给他发消息了 来个1走 run一下过来了 大家看是不是接收到了 192.168.31.185 38102这个单口啊 内容是啥呢 我们现在还没拿内容 这个内容要怎么拿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内容呢 在client circuit里边啊 在客户端的这个circuit的连接里边 点这个叫什么呢 叫这个receive啊 直接receive就行了 拿这个数据啊 1024 这个1024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注意啊 我们再对比一下 我们这个刚才udp啊 udp里这个接收数据呢 接收数据啊 是使用什么呢 使用的是这个叫receive from 是不是 那这个tcp里边用什么呢 哎 tcp里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recv啊 来获取数据啊 获取这个数据 看到没有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结果啊 来个这个x 这个什么呢 接收到的数据啊 x点这个print啊 这个1024啊 这个这个呢是后边的1024啊 1024指的是指的是这个获取的这个数据的大小啊 应该不是说这个获取的数据大小就是 这个这么讲吧 这个1024啊 1024指的是一个值 这个值是干啥的呢 就是我们每一次啊拿的这个大小 其实这个大家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啊 大家了解一下啊 这个地方呢 你出来的话呢 这个1024啊 他指的是我们网络啊 网络通信是啥呢 就是客户端啊 客户端发了一大堆的数据 然后给到这个服务器 给到服务器的哪个地方呢 客户端发这个数据给到服务器 到服务器的网卡 发到服务器的网卡 那我们这个动作啊 receive这个动作呢 其实就读这个服务器网卡里边的数据 那这个数据呢 都到网卡里边了 你现在读呢 一次读多少 1024啊 就是每次读1024 明白不 每次读1024个字节啊 好 这么一个概念啊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地方 结果是多少啊 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 这个地方 是不是拿到这个数据了呀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办呢 拿一个DAT 而且它是一个编码后的这个数据啊 拿一个大括号 拿一个DAT.DECODDECORDUTF8 OK 没有问题吧 你们说这个 我的 我虚拟机的密码 是不是 虚拟机的密码就是一机啊 这有啥呀 是不是 这个 这个就是一机 这也没啥 这虚拟就是一个假的电脑 是不是 里边东西随便搞 来大家可以看看 现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拿到这个HELLO了呀 这个啊 有一些复杂 有一些复杂 这个TCP的连接啊 比这个UDP的要复杂的多啊 我们看看 可以看看这个图啊 这个TCP这个客户单的这个图 它这个图的话呢 它这个连接的图呢 稍微就要复杂一些 我这个还没有啊 图给弄哪去了 好像没有了啊 这个图给搞丢了啊 好 没有关系啊 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是要比我们这个UDP啊 要复杂一些 TCP的连接啊 比UDP呢 要复杂一些 就是你特别是服务端啊 客户端发送数据啊 大家看看啊 我们这个客户端啊 你发送数据呢 倒是也没有太难 TCP的这个发送数据 就多了一个connect 要连接到服务器 连接到服务器之后 send发送这个数据 是不是 但是服务器呢 就比较难了啊 服务器呢 你要先绑定 绑定完了的listen listen这个128 是不是 然后呢 你再accept 不断的接收啊 不断的接收 这个客户端的请求 不是不是不断接收 就接收啊 接收客户端的请求 来了之后呢 这个数据啊 其实复杂就复杂的这个数据啊 它的数据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原主 第0个原主呢 是客户端的client啊 client这个circuit 另一个是客户端的地址 然后呢 地址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拿出来用 看到没有 地址的话呢 可以拿出来用 那这个数据呢 数据要从这个客户端的 这个circuit里边取出来 要来一个receive 叫这个IECV方法啊 从这个客户端的这个circuit里边 取出这个数据 明白吧 这就是它的一个 这个过程啊 写起来的话呢 有一点复杂 服务器啊 比较复杂 好 把这个呢 跟大家请一下啊